你的蓝格子围巾呢 蓝格子围巾呢 怎么了 你以后不要再戴蓝格子围巾了 我哥在找你 他的手下拍到了 我和你约会的照片 照片看不清你的脸 可是知道是蓝色围巾 你以后不要戴了 我哥说一定要找到你 找到你你可就麻烦了 我哥爸爸死了你不知道 没事 晓晓 晓晓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了 晓晓 晓晓 哥都是为了你好 你就不能听听哥的话了 晓晓 哥绝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 哥 我困了 因为 我非常喜欢他 他懂艺术 甚至会用英文 说莎士比亚的台词 爱不是在眼中 就像眼中 情分 用的不是眼睛 哥你既然反对我们在一起 我只能和他私奔了 可是哥 我也舍不得你 这是会长送二小姐的礼物 你小心点 听摇火店老板说 这相机可跪着呢 全上海你 就这一台 你说这么小的东西 也能把人排进去 真奇怪 是 挺好玩的 会长 会长 这个是洋货店拿来的 哥 你怎么了 没事 你要出去啊 还 还西服 不会是借口 去见某一个男人吗 哥 哥 哥 能不能给我点钱啊 你要钱干嘛 我看上几样东西 可是有点贵 我手里的钱不够 好 晓晓 你从小到大就不会骗人了 你想想 你每次看上的东西 我哪一次没有满足你 这样吧 我现在就让阿淳出去买 买了就给你 不用了 熊熊 骞子银子不还 带老他非打断他腿不可 走 走 我让你跑 跑啊 你不是很能跑吗 怎么不跑了 怎么啊 大哥大哥 多宽容一点 明天我一定把欠您的钱还上 清软的 你上次不是说勾搭了一个富家小姐吗 你说你找她要钱的 大哥大哥 我真的已经勾搭上一个富家小姐 我已经跟她要钱了 而且明天一定有钱到手 多宽容一天 就一天 好不好 好好好 我再给你一天 如果你敢耍什么花招 小心你的小命 不就那样 走 走 臭狗 你这是 你要去哪里啊 你让开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别碰我 你是不是刚才 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我那么爱你 那么相信你 你总一开始就在骗我 为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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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承认 开始的时候我骗了你 我的年龄 我的名字 都是假的 但是慢慢地 你的美好和纯真 让我爱上了你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 你知道吗 你比我哥哥年龄还大 我 我就喜欢你 你这个骗子 你先过来 我不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 你 你 我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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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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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去了啊 小少 小少 我怎么成了凶手了 可是 可是我没杀小小 我没杀小小啊 没有 我没有 怎么会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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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合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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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不是故意杀小小的 我失评了他 我是骗了他 我说我是离婚的 我说我是离婚的 名字也是假的 可我真的没有杀他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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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